汇尼时间 路易威登基金会 它同时也是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 那我们现在先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整体设计 来请向这边看过去 这个建筑的话呢 整体是由美国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设计的 并于2014年10月对公众开放 现在成为了巴黎人艺术活动的新去处 弗兰克盖里说 他一直想要在巴黎构建一艘存在法国文化使命的文化建船 他大胆运用21世纪的尖端技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而这座建筑从开放之日起 因为标新利益也毁育苍半 因此载入了建筑师史册 现在我们进来看一下 好的 这里面的话呢 是各种各样的展厅 用来举办各种各样的展览 所以是没有包包卖的 进来也只能是好好的欣赏艺术 现在里面正在进行的展览 可以说是惊动了半个巴黎城的人 下一集我们会专门来看看 现代艺术艺术经典 储基里收藏展 为您时间 法国巴黎 法国巴黎